姚元昊與李舊哲 今天出席就是這位 九號吃記者會 兩人繼全明星運動會 同屬紅隊的好默契 這次首度一期挑戰 主持美食外景節目 愛魁隊友的姚元昊 甚至當場爆料中文詞彙有限的久哲 因為他的中文已經算很好了 但是有一些比方說 美食節目必須要去形容一些口感 他難度比較高 所以他只有學了一句 你學了一句是什麼 每天他吃不管硬的 軟的 酸的 辣的 苦的 他都用這一句 入口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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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他是硬的 酥的 軟的 苦的 辣的 他都說入口即化 我說不是這樣講的啦 他每一個形容都是入口即化 不是 不是 就好吃的話一定要這樣一次啊 入口即化 對對對 所以被他講到入口即化 就是好吃的意思 對對對 有一些是我們在拍節目的時候 學到的 像那個恰恰 或是那個控油 你知道控油是什麼嗎 控油就是 用石頭吐起來的一個窯 對 那很好吃耶 對很好吃 本湯 本湯 對 就是飯桌的 對 然後最後一句 夾賽 你亂說旁邊的人叫我的 你亂說 他亂說 我真的沒有叫他 我發肆 我只有叫他 我真的很開心 這次 趕好真的去很多地方 然後他真的很懂 不管是沒事 或是做戶外的東西 他真的很了解 所以我真的感謝 要不然我可能每天都在家裡 就發呆 真的 所以就很開心 有這個 就是這位給我們這個機會 擔心的主持人 然後就希望可以給大家看 很多很多東西 小姐有吃那個隊長吃 那你自己覺得 隊長是不是真的很難 其實我說真的 大家有看到 其實很多的 全明星運動會所有的人 然後他們都會在自己 他們的 不管Facebook 或是Instagram上面發文 我說真的 每一句話 都是他們自己的心聲 因為 每一個團隊的Leader 都不想要自己團隊輸 就像我們 就像江黃姐 或是錢姐 那每一個人都不想輸 但是每個人真的 花的練習的時間 就像一個職業的運動員一樣 我們當初也是 那所以 但是比賽一定有輸贏 然後還有當天所有人的狀況 我覺得 我們當下 我們那時候 還在明星運動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給自己的壓力也蠻大的 那像現在有看到GORAY 或是 現在的 對 他們 好像我們的 好像看到我們以前一樣 然後 我真的也很 打從心裡的人 想幫他們加油 真的希望他們可以努力 但是 壓力有時候就是會給自己 影響到自己的成績 那 我真的很希望他們可以 他們已經做得很好了 甚至他們有很多東西 都做得比我們還好 是 對 我們都還把他們當成我們的偶像 在看 像我們有時候常出外景的時候 我們兩個還都會拿著手機 然後再看他們的每一集 他們的表現 真的很多都表現得比我們還好 當時看到龍舟 你不要亂講 你不要亂講 龍舟還沒有播 你不要 沒有嗎 還沒有 他們 你不要爆雷 你完蛋了 我是說我們的龍舟的事 你不是說檢查一下我們的龍舟 好 我以為 對 你差點講出來 這樣出來什麼 沒事 趕快走